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孙莲庆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肾虚作为一个中医学的术语 它的表现有很多 我们按照中医正型的不同 又把它可以分为 比如说肾气不足 肾阴虚 肾阳虚 肾阴阳两虚或者肾阴不足 等这样的正型 它的表现有很多 那么肾虚所出现的表现 我们主要要从肾的生理功能上来说 那么中医认为肾是先天之本 主藏经 主管人的生长发育生殖 所以我们与这一系列功能有关的表现 在肾虚的人身上都会有体现 你比如说小孩 有的时候出现生长发育的比较迟缓 那么男子的比如出现 像是生殖功能方面的异常 比如说是已经早些甚至不育 那么女子也会出现月经方面的异常 比如说月经的时间的不规律 不正常 甚至也会出现一个不孕的这种情况 其实这都是属于肾主生长发育的功能 与生殖的功能出现的异常所导致的 那么中医另外还认为呢 肾是主骨生髓的 其滑在发 它开桥于耳 那么也就是说 所有的刚刚提到这些器官 所表现出的症状都可能与肾有关系 你比如说它开桥于耳 那么我们老年人经常会出现一个耳鸣 或者耳聋的情况 那么中医就认为是和肾虚有关的 那么年轻人或者有些年龄不是很大的 中年人就会出现一个头发 甚至胡须很早的就白的 这种须发早白的情况 其实按照中医的理论 其实也是和肾虚是有关系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中医还认为肾是主二变的 肾主水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中所经常出现大小变的异常 都可能和肾虚是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有的人早晨凌晨起来以后 早晨起来以后 他第一件事就是向上去卫生间 而且解的大变比较稀的 那么我们中医就认为这是和肾有一定的关系 甚至有的人出现小变不利的情况 那么我们也都认为是肾主二变的功能 出现了异常所导致的出现的症状 所以以上所说的这症状都可能在肾虚的时候出现 中医还认为肾是主骨生髓 为腰之主 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人身上出现的比如骨骼系统的异常 比如老年人经常出现的骨质疏松 中医也认为都是和肾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么肾既然为腰所主 那么我们如果平时在没有受到外伤的情况下 出现腰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比如腰气酸软疼痛 那么中医也都认为是和肾虚是有关系的 感谢观看